灣區生活知道多點 Mango告訴你 今期節目非常之特別 我們來到陳先生在家裡 Hello 這間屋其實很帥 整個開放式的廚房和兩房的佈局 然後整個櫃體方面做得很好 參觀的過程中我們就發現 陳先生在裝修的時候 其實遇到一些 如果和一間裝修公司去做一個 前期溝通裝修的時候 或者過程中 甚至售後 因為裝修其實也很重要 有很多售後 所以會問一問 這間屋之前我聽說 過程中出現了一個 令到陳太是比較想叫停的一個情形 是怎樣呢 你可不可以和我們講解這個事情呢 因為其實我認識這個裝修公司 那時是在Facebook那裡 Facebook有一個群組 因為其實可能他很多時候 貼了裝修公司的製成品出來 我覺得已經不錯了 而且我看到很多人去推介他 說他跟進工程好 和用料好 嘗試接觸他 覺得那個價錢都OK 然後到達到上來三鄉之後 那開始他都很好地帶我們四周圍去 譬如收樓 諸如此類 都去銀行 去電訊公司 都有和我們一起去 嗯 之後就談這個價錢了 談好了我的價錢 譬如當時 因為我們這裡是35萬全包的 那時候我有問他拿圖 因為正常你在給大訂之前 你都需要一間屋的圖 之後再加上3B圖 他就當時跟我說 他有客戶 給了圖之後 就拿了一張圖 給其他公司 去做那個裝修 就不給他 所以他就很堅決 先收到第一筆 收到錢才給你 一個叫做大訂 這個大訂其實是一個十多萬的 其實都不是訂金 如果全包三十多 其實都三成左右 是啊 那之後我算了 我相信他 別人這樣說的話 我當然相信 之後給了錢之後 我追了兩個禮拜 至三個禮拜 他都不給圖 他只跟我說 他只給了一個3D圖 就是約摸那間屋 怎樣 那個初步的構想是怎樣 但是那些圖 就是詳細了其他制裁 什麼都沒有 之後他跟我說 你既然在三鄉 不需要圖 做到哪裡的話 大家到時溝通 不是更好 這樣說 但當時已經覺得 這樣是嗎 即是跟之前說的有些不同 但我已經給了錢 我可以怎樣 其實你付錢之前 是不是應該要有合同 如果你連合同都沒有 即付完錢之後連合同都沒有 那你沒有合同 你又沒有一個詳細的清單 你怎麼知道包什麼東西呢 即是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危險 我給了錢 我是到付完錢 約摸一個月之後 又什麼都追不到 我罵他 他才給一個普通的合同 即是一個總共的數 譬如我這間屋是35萬 就是一個35萬 即是第一次付款 第二次付款 第二次付款 這些 即是哪一個期 多少錢要付 以及一個保收期多長 沒有其他東西了 什麼都沒有 即是不會說這間屋包含 做什麼項目 全部沒有 然後只跟我說 你相信我便可以了 當時就是因為聽了這件事 之後就已經覺得 已經死了我給了錢了 那怎麼辦 冷氣和浴室那塊石 那塊叫什麼石 門檻石 門檻石 之後我差不多裝修了 兩個月的時候 問他拿回鑰匙 之後自己全程監工 因為我覺得這樣不行 你每樣都自把自為 那怎麼辦 拿回鑰匙 就是之前給他那一條 他不見了 不知道怎樣不見 所以跟著我們再 他就問我們拿多一條 我才覺得奇怪 你身為一個監工 你會不見那條鑰匙 第一 第二個問題就是 他們其實有個 保住他們 做完事 把鑰匙就放在地上 放在地上 外面的地上 即是地藥那裡 那就等第二個來 其實如果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很不安全 我家都不見東西 那怎麼辦呢 是啊 我進了很多家庭電器 在那裡 你隨便 或者喜歡就上來 開門做一點 不喜歡就離開 變成一件事就沒有了保障 在我們來講 明白明白 但因為當時 你們兩位是人在內地 所以就可以看到這個過程 亦都可能 在私人中發現一些問題 比如這個風管機的問題 這個風管機當時 我聽你說的情況就是 都很曲子才追到它是甚麼型號 最初他裝風管機的時候 因為我先生是有拍到那個箱 有間公司在那裡 其實都不懷疑的 你裝完機之後 是否應該可以讓我拿回說明書 發票 發票還未給我 我亦都沒有懷疑 我覺得既然有說明書在那裡 為何不讓我拿回說明書上面 是否應該有寫到它是多少匹 和它的型號 因為我裝天貓精靈 我想知道那些機有沒有藍牙功能 我追了整個月他都不給我 型號又不給我 單又不給我 那我怎樣 那你究竟裝到甚麼機 因為我那時由一開始 已經說要一級林校 因為我在樓下租的時候 是三級林校 所以很貴 所以那時我一早已經說要一級機 那他追了很久不給 然後我就找那間公司 去上去問他拿回一張發票 因為打電話那個女生聽的時候 就說是個裝修師傅 不拿發票而已 不是沒有發票 那我上去拿 上去的時候 那個冷氣公司那個老闆 即店舖的老闆在那裡 他就不讓我拿 那我就覺得奇怪 算了你說有價錢的 那我就不拿發票 你講型號給我聽都可以 我只是想知道型號 我只是想知道 究竟一級二級還是三級 他都不肯給 那我就已經覺得 似乎有些問題了 那你如果是真的裝了一級機 那為何不可以讓我知道 那我就說 就是罵那個裝修佬 那裝修佬就說 一會兒我去拿 那我說 你拿單都無所謂 那我都要找人上來查機了 那他就說你不要找人查機了 你搞大件事的話 有機會 公安會上來你家裡去 去查一下究竟有什麼問題 有機會封你家三個月的 那我就已經 這個我覺得很離譜 我已經覺得 你是不是做了某些事情 所以你害怕呢 所以要這樣說 就是殺一個這麼大的謊言 通常是自己做了一些虧心事 才會這樣說 因為其實我 他在那個 WeChat那裡有這些留言 我其實當時 就很軟轉地跟他說 因為他在幫我 裝修 我不可以得罪他 我只可以說 你可能被那間公司騙了 所以他 有機會是 即是不是這個型號 不理他 總之我找人上來查機 更加堅定了你要查這個 究竟是多少級的 正常 隔力上來查 跟著其實 就這樣看 他就說 咦 有一個一級輪效的標籤 因為當時那個 裝修佬跟我說 他說雖然單上面是二級 但他真的裝了我一級的 他現在追求我差價 我說 不要緊 如果他追求你差價 我又確認是一級的 那你就還給別人 的確我給你一級 沒有問題的 檢查的時候 隔力的師傅就說 貼了一個一級輪效的標籤 他也拍了機身編號回公司 他說有機會是一級的 因為 真的有一個一級標籤 接著過了兩三個小時 打電話給我 他確認了是一個二級輪效的機 那個是一個假的標籤 他也想去那間店鋪 證實為何會有一個假的標籤 那間店鋪的老闆就說 我不清楚 他上來買的是二級機 但是當時他又跟我說 想要一個一級的標籤 他就跟他說 我提供不了給你的 我怎麼可能提供給你 他說不要緊 我自己想辦法 所以他就什麼都推到裝修箱 總之就是一個二級機 貼了一個假的標籤 就是這樣 你也算是很細心發現了這個問題 因為我有什麼理由 你如果買一件東西的話 你都要單 就是整個月都不肯給你 是否有問題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想知道這部機 第一是否知道天貓精靈 第二是否能用到 我們這個藍華裝置 因為你都知道 現在國內很多時候都很鮮 你又給不到型號 我又確定不到 問題是一件事就是 其次我可不可以在隔壁的總公司裏面 製作保養 如果壞了的時候 是否都要單據 好像不需要單據 他只是認裏面有一個barcode 除了發票之外 還有一個 發票維修之類 因為那個師傅跟我說 如果你找不到 就真的要的 但是幸好隔壁的師傅 就想來跟我們解釋 就像我太太說的 裏面有一個barcode 就算你真的遺失了單 有這個barcode 就證明你是正式的 我們公司的機 就是了 因為我都聽聞過 這裡有些機本身是假的 首先機是真的 只不過能效 就達不到一級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個過程 隱瞞就是不好 就是我們說 其實是一個欺騙 是啊 然後中度我聽你講 本身是要咪8 做了一個咪4的出來 那就少了 成40公分去 是不是 我覺得你已經算是 很好的了 很肯接受的 不是怎樣 要去拆掉再做 最重要的 經常都說 我要遷就你跟鞋櫃的距離 如果不然我都要遷就你走 所以就沒有原先的長度 出了問題之後就會有各種解釋 其實這種我們都會遇到過其他的情況 就是有所有的問題 都有解釋的 我看到你這個電鍵 好像這個位置 正常來說是 下面的電視櫃是遮住那一排鍵的 理理上是的 是嗎 就是叫美觀 是的 叫美觀一點 方便知道 每些電線都外露在桌面上 或者是做上電視機後面 其實電鍵位這些 它是讓我們夫妻不在那時候 自己做的 所以才做到這樣 如果它有跟我們溝通的話 絕對不會做到這樣 因為以前我們在香港的時候 都是把這些按鈕放在下面 由一些櫃去遮住一些 是的 遮住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只是說 我會在這裡和你做這排鍵 高低就沒有跟我說 都會很曬洞的時候 我都奇怪 你的位置在這裡 是的 做這裡的 可以的 反正方向 你的電視櫃 高度就是這麼高 到時候你如果做 你會做入場 是的 我的電視會入場 那就可以了 那個位置沒有問題 就是這樣解釋 還有呢 還有就是 其實我們一早的時候 一早已經跟它說 這個是一個銀板的電視牆 其實是一個膠板 樣子是銀板的樣子 你一看這裡就已經看到 是一個膠板 因為那時候去選擇 那個顏色的時候 已經跟它說 我已經說了不止一次 這些是銀板來的 它不回答我 然後送到過來的時候 我都問為什麼銀板是這樣的 為什麼中間會軟的 它都不回答我 然後到要給Follow Payment的時候 它就跟我說 是加銀板來的 沒有人用銀板做電視牆的 如果你找到的話 我賠錢給你 那你開始跟我說 我不懂裝修也好 根本就是一個推堂 就解釋就是很好 因為我找了一個 因為有人幫我去檢查那個電視 我順便就問了那個師傅 到底有沒有人用銀板做電視牆 他說大把 那是不是真的證明說大話 厲害 其實我們看看這間屋是很漂亮的 但是這裡的心血 我特地問了一下陳太 其實每一樣東西是陳太 去跟足溝通好 其實是可能百分之六七十 是你的要求心思去搭配出來的 因為那個裝修佬不是一個設計師 他也有貢獻的 因為這個中度是他特意這樣做的 我也沒有想過去做一個這樣的中度 但是這些選材選板 全部都是自己 你跟固體公司交通 他的case是不行的 因為那時候 他不知道是不是有些 黃黃橙橙的顏色的板在他公司 總之他經常叫我用黃黃橙橙的長板 所以這個就是後來自己選 所以整個臉場全部都是 是 很漂亮 那這個開放式廚房是不可以通延氣 又有貴事說 因為 因為國外規定 如果我是一個延氣的 你弄兩塊的電製在這裏就爆炸了 所以我才跟他說 他說這間屋其實是我住的 這間屋是我的 你其實所有東西都應該問過我的 不是 這間屋不是你住的 你怎可以自把自為 每樣都是 想著你自己認為這樣做就OK 在我來說 我覺得 那兩個怎麼辦 最重要是我問他電製有甚麼作用 他答不到 又有解釋 但他沒有解釋 他跟我說如果你不滿意 我幫你封了 那我一封了 那我就變了油少了兩個 還有我留意到 這個 我們的地藥線 櫃櫃下面那裏 這個應該是用石英石去封 但現在好像是用地板差不多顏色的膠板 因為他忘記了封 是的 應該到那時他自己本身 他應該是跟得不足 因為我記得石英石那間公司 是應該拿了鳥上來的 但拿了鳥上來的時候 可能安裝石英石的師傅做其他事忘記了 他又沒有跟我跟著 說要用石英石 到最後的時候 我幫你用膠板 你漂亮 跟著地磚 顏色一樣 即是補飛 是的 即是補飛 因為石英石已經丟了 所以那兩個月時間 你們就蹲工地 都可以這樣說 很多時候 有很多東西 譬如說有個磚 又沒有跟我鋪回 因為第一次清理的時候 我都未安裝這些傢俬 他和我所有地藥全部失敗 即是保護客 你知不知連這個中島都未安裝 有這麼多石頭要進來 即這些傢俬都未進來 那個大門已經整花了 因為可能進入大件的 沒錯 我看到這樣 我和我老公兩個人 用那些保護紙 去包住門 然後地上又鋪回 這些竟然要我們主持自己做 他拆光了 那門本身已經有這麼多傢俬 進來 你門又沒有保護 是 整到花了 然後現在補回 你可以看一下 還有一些痕跡在這裡 這裡的痕跡 全部你看到那條線 就是一條線過 這裡一條線過 全部 這樣我們都要叫它做 有很多東西 就是跟回 那好像 這些東西都是 這些東西全部進來 自己撞分 就是有些東西 就是要收拾一些細節 因為如果我自己不去做保護層 可能到時連門都要換買 沒錯 因為那個磚已經七爐八爽 已經有幾個洞要找人 那個磚也是聽說 很防有一點 因為你有支進來的時候 它就會撞花 有五個這些位置是這些花了 那變成有時我們 就是有很多東西要自己好 浪費一些精神 這些都是 對 這裡都是 對 那麼後期的修復呢 就是這邊來講 就是一般 我們交 我們都有12個月 或者不同的電器 有不同的補修期 師傅我發現這些有些問題 那叫Henry 那他就會 沒有的 他一收完美數之後 就已經離開了裙 我都已經預算了 這些18個月是沒有的 但是你不給錢他也不行 因為你的合同根本都 沒有寫過詳細的東西 你怎樣去拯救 其實現在又是徹底在 一開始的合同那裏 合同的細節項 你沒有列清楚 有些情況的時候 你都沒有辦法去 總之你給錢之前 你一定要有合同 還有合同寫明 你補些甚麼 包些甚麼 那洗手間那裏呢 就是剛才你 我可以拍 這個要自己給錢搞 這個就 因為他做完這個天花之後 洗手間 他就沒有跟我封回那個位置 那你 可以過來這裡看一看 那變成了你很大的洞 出來的時候 那變成了你那個浴霸那裏 那裏變成了回流 其實我們的天花板是外露的 如果不關窗的話 那變成了一件事 很多時你如果打風下雨 那些氣流對流 或者很多時候的蚊 那些昆蚊 你很容易跡在裏面 沒錯 很容易跡在裏面 那情況就是這樣 那他問他還說 很多人都 給錢都做不到 這個洞 對呀 他說很多人都 想這樣的情況都 做不到 變成了一樣東西 這裏突出了少少少 而且我發現後面是有一個不對的位置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這些我們叫做 這裏很好彩 剛剛關到門 你看看 多貼 其實他這裏突出了 是不是 對呀 其實我懷疑他是不會製 對呀 因為我們叫這個 叫做貴中盤的時候 我想他買 其實我們當時去看的盤 不是這個盤 不是這個盤 肯定不是這個盤 不是這個樣子 不是這個樣子 但是到最後出來 就 另一回事 那跟著他說你沒有要求我 每樣都他說 對呀 所以真的 危險一點 在我對你講 這些電線 電線全部外露 那你變成一件事是罪患 我們看到電線 包括這個磚的位置是未修復的 對呀 沒錯 上面都是這樣 塗在這裏就很清楚了 那變成 我們會覺得比較危險一點 因為你始終浴室的水氣比較多 嗯 那你變成危險程度會大 我們去書房這邊看看 對呀 剛才就已經聽陳先生 陳太大概介紹了一下 我們看看這個邊頂位 那正常來說 其實這個位置是要壓到頂 就是我做櫃 我就要壓頂的 但是呢 不知道為什麼天花和櫃體 是不配合得到 因為初初談的時候 每邊櫃是 因為那時候我記得初初談的時候 正常應該都是這樣 不是的 是跟房間那裏沒有做這個位置 因為他初初談的時候 跟旁邊一樣 不做這個位置 不做燈帶 不做燈帶 可以做這麽深辣 想限制住我 想限制住我做35內隆 就是左右兩邊都是 所以就變成 其實他是想省錢 但是就用另外一個模式跟我說 因為美觀的問題 如果你做一個35內隆 就可以配合天花邊 OK 所以這個又相信 又是爭論了 沒有 我跟他說我不介意 關門之後沒有人看到 你要做出來 一定要有這麼深 因為如果35我擺不到東西 那在這個過程中 就今天分享一下 我們也叫做小小的吐槽 叫做踩了個坑 希望其他觀眾朋友 了解到這些情況的時候 其實無論是哪家公司都好 其實要很清楚溝通 包括你買個機器 是什麼型號 我們的合同寫明 然後你的價錢要透明 因為你買所有東西 我們自己要有發票收據 這個很正常的 不要說我送的 因為其實我付錢 那你代我買裝在這間屋那裏 這個是很正常的一個情況 第三個就是 要看一家公司的售後也很重要 因為我們為甚麼很多朋友 會找我們去做裝修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本地化 這間屋有時候有很多小問題 就是它不會很完美的 裝修出來 好像有一點瑕疵 可以馬上找到師傅上來補 那裏可能扭不住的 有一點滴水 那業主未必懂得做的 那我們有師傅上來 去做這些就是售後 那你住下去之後 你發現這裏有些 看起來好像有些色差 這裏看起來有少許烈痕 那裏又不是很完美 那這些師傅全部都可以 來收拾得回 所以售後也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售錢就要看清楚合同才付錢 過程中其實真的需要到自己在工地看著監工 我覺得這個其實已經是 因為很辛苦 對很辛苦 有矛盾才會這樣做的事情 你也跟得好 我需要做 哪需要這樣看 但很多東西就像Mango說 很多東西你列明了 到時候有得跟他說 有得跟他談 大家可以有得討價還價的餘地 至少不用那麼激心 沒錯 這個過程中是很激心的 錢不說 然後時間花了 我們有扔過很多精力 我沒有想過大陸裝修是這樣 因為以往在香港都不是這樣的 譬如我給了錢裝修的話 他真的全程幫我跟 不是好像這樣去做 這個又是比較特殊的案例 因為我們有很多聊天 過程中了解到 這個你說的這種情況 都算是少見的 其實在內地來說 都算是少見的 可能他會覺得 你香港過來的 對這邊市場環境不了解 不熟悉 可能在這個部分 會溝通有些不同 導致了大家有一些誤會 這個不是誤會嗎 這個這樣叫誤會 這個叫做 有心 但是我們就不說 就是家公司的手法不一樣 但是信任程度 和這個師傅是不是真的老實 就是做的過程中 你起碼不會那麼勞氣 有清晰的合同 大家記住 很重要 過程中我們有拍攝很多的資料給你 或者要有留底 也都很重要 這個之前跟你說 硬板就是硬板 膠板就是膠板 下面地石就是地石 這些全部都清楚 哪怕真的做錯了 師傅那麼多工人做錯了 做錯了 有沒有一個合理的協商的態度 先說這件事 不是一堆的解釋 就算你說要扣錢也好 那多少錢 你去扣錢就是了 你做錯了 你不行 我拆了 我重新找人來做 都可以 那你願意扣錢 亦都是一個協商的過程 那整完房子之後 有很多售後的問題 你需要更進 這個我覺得就是評判一間公司 基本上是否想做長久 或者是想要負責人去完成這個工地 這件事我覺得是比較重要 其實我做了四個月 即是跟這間公司四個月裏面的收據 我發覺是年號 真的沒有人找去裝修 年號 年號 收條號碼是年號 如果有人找去做裝修 即是 因為你做裝修理 我們要求他開一張收條給我們 譬如我們何時給了多少錢 你還給我們收條 這個細節 白遠裝 這個收條裏面就是 為什麼那號碼是跟的 四個月你沒有理由 專門開一本數碼 可能是這樣 還有我們這個師傅 也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他經常沒有一個設計圖給我們 還有一個布線圖給我們 沒有 即是這間屋的水電怎樣走 對 沒錯 他沒有給我們 他只是去說 所以剛才出現了 突然間有兩個斷濟 在那個 主食樓 這個真的可以去問 因為以後 假如要 問不到 別人來了線 即是一收到那個尾數 已經立即走了 你找不到他 離開了那個群組 有時我們現在找到的問題大一點 會不會理你呢 都是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 當然要吵一會 我亦都不會讓他做 因為譬如他上次弄一弄 那個電掣位已經弄爆了那些木 我要貼一些貼紙去遮住那些木 即是那個師傅就比較粗暴一點 因為我們後面那個牆的背板 你知是空的 但是你按了很多東西 爆了 是的 問題是一件事 即是現在 即是那時跟我們說 有18個月的保質期 即是那份簡單的合同 都列明了 但問題現在找他都問題大了 我也不報答找他 他們來了群都不知道怎樣去找他了 就算真的想讓他做 都好像你說 除非真的很嚴重要找他 不是 小事可能都是自己找人去跟進算 因為免得溝通又 我怕他會惡意搞破壞 好的 但是這個過程肯定是不愉快的 這件事情 小事 始終一件事就是 自己一個 一層樓是自己的心血 就是想著 舒舒服服 上來這裡當然是為個安樂窩 但一件事就是 你搞到始終有一點毛病的時候 變成不太安心 居住的時候 不知道會不會有些甚麼 譬如說 漏洞出現 譬如說好像漏電 或者漏水 因為 很多時候都聽到這裡 有些街坊 或者一些朋友都說 電開不了 漏洞出現 水泡水 水泡水 水泡 這些問題出現 最怕是這些 但是你都擔心不得那麼多 因為曾經有街坊 好像是樓上裝修 之後那個裝修師傅 是忘記了 山水 就是這樣 浸 是要浸下來 浸到樓下 然後樓上裝修公司 就要幫樓下 去處理收復 因為懂得的 樓上樓下的 那些地方很大 你不懂也要去收的 大哥 你浸了我的房子 真的沒辦法 有些這樣的問題出現 因為在這裡工作 所以都要辛苦一點 是的 始終都是 自己的地方 沒錯 但是都過去了 看看這個事情 如何後面跟進的解決 明白 回來都是要開心心生活 這個當然 是的 我們下次又找一些 好吃的地方 好玩的地方 我們一起去 喝喝吃 繼續去進行 下一拍 既然回到這邊 其實大概的主節 都是開心一點的 過去就過去 只不過是說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這些值得去注意的地方 下期我們約一個 好吃的地方 我們去那裡 試一下那裡的早餐 好啊 我們一起去 好啊 一定的 OK 那下期再見 拜拜 第二個 如果你買了樓的話 可以在這邊幫你去做裝修的工作 目前我們已經有很多的案例 幫香港業主 人在香港 房子在這邊 已經很開心很順利的裝修完了 第三個部分 我們可以有收樓延樓服務 收樓延樓服務 我們會一條龍跟你跟到足 第四個部分 就是我們這邊還可以有出租服務 如果你有屋想租出去 或者你想回來這邊 先租住屋 再看定一點 再去買樓 或者陪小朋友讀書 那我們都幫很多的業主 這邊找到屋 租完之後再去看樓 慢慢看 看對了 再來買 都OK的 最後想跟大家說一下 多謝大家一直的支持 和關注 如果你看到這個部分 還沒有關注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希望你點一下 右下方這裡 關注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分享出去 給你身邊想要回來 大灣區生活的朋友 多謝大家